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写一个TCP服务器的一个案例 之前呢我们已经写过TCP客户端的一个代码了是不是啊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来写一个服务器的代码 然后呢与咱们之前写的客户端代码呢来通信一下 好那么这个代码呢我已经给大家写了一个最基本的创建套杰字 那么首先投文件已经给大家把它加上了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创建套杰字之后开始写起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我们说过了由于服务器呢需要先执行 并且呢客户端要找到服务器 所以怎么样就是将套杰字啊 与服务器网络信息结构体绑定啊 好那我们用到的是半的这个函数啊 那么所以调用一下半的这个函数 那么第一个猜数很明显是啊文件描述符 socfd那么第二个猜数呢是服务器要绑定自己的信息是不是啊 所以需要填充一下网络信息结构体 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定义一个变量 socaddr-in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servoraddr吧 好那么我们需要给它复制 servoraddr.sn-family等于af-innet 这个都是不变的啊 我们已经写过那么多代码了 相信大家应该对于这个没啥太大问题 好端口号等于innet-addr我们需要进行转化 erj为1啊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端口号 pulse 那么就等于多少 h2ns将主机字延续主号为网络字延续 a2i将数字形字符串主号为整形数据 erj为2这样就可以了啊 好那么这相当于是我们的填充 填充完之后在这个位置直接传猜 由于它是一个指针变量并且呢类型是servoraddr 所以说取缔者servoraddr 之前呢还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striuct啊 servoraddr新型的 好那么最后一个参数呢 我们说过了是它的一个长度是不是啊 我们在这位置呢也定一个变量吧 啊 servoraddr addr l 就等于sizeo servoraddr 这样的话我们后面用起来也方便 好那么就是addl就可以了 如果等于负一出错答应错误信息 perl fail to bun 然后呢exit加一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的第二步绑定就搞定了 是不是啊 那么绑定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说过了第三步应该怎么办啊 我们是不是要调用listen那个海数呀 就是将套接字啊 设置为被动监听状态吧 啊 那么很明显 第二呢就是listen这个海数啊 不用多说 第一个猜说 文件描述符 第二个猜说呢 我们说过了 相当于是你的连接对列的长度 是不是啊 比如说设个10就可以啊 一般抢下其设个10设个5都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啊 fail to listen 啊 exit加一啊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第三步呢也搞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步是不是啊 啊 第四步 我们叫做阻塞等待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啊 那么调用的是exit的这个函数 而且我们也说过 后期如果要进行通信 我是不是需要怎么样 需要通过exit的返回值呀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变量吧 acc 啊 ept fd吧 exit fd是不是啊 好那我们就用它来接受返回值 acc ept fd 就等于exit 好 那么传猜 那么第一个猜数同样的 还是啊 文件描述符 那就是啊 socfd 那么第二个猜数呢 是最终要保存 扣端的网络信息结构体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再定义变量 socaddr 告安 我们叫做clintaddr 最终要保存它的数据 并且呢 可以打印 所以就取地址 clintaddr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还要需要将行 强制类型转换 socaddr 信息 好那么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参数注意 它是一个指针变量 是不是代表当前结构体的 大小的对应的地址呀 所以我们刚才刚好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 刚好定义了一个普通变量 addl 所以呢 我们对其取地址 就可以使用了啊 好 如果等于-1 出错 答应错误信息 pl fail to accept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啊 也没有多复杂 好 那么如果出错 直接退出进程 好 那么第四步呢 也搞定了 是不是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第五步了 怎么样 就是进行通信 是不是啊 进行通信啊 那么进行通信的话 大家注意了 其实在通信之前呢 由于客户端要跟我的服务器呢 先建立连接 是不是啊 那么所以说 只要一连接 sive的这个函数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执行 执行完毕之后 我就可以获取到 什么客户端的信息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通信之前呢 我们可以写打印一下 啊 我们写个打印 客户端的什么呀 啊 连接的客户端的信息啊 哎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怎么办 那么就pro-nf啊 通过我们之前 给大家讲解什么呀 讲解udp 相信大家对于这个 打印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是不是啊 之前都讲过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摆放D 哎 告N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呀 我们需要进行怎么样 进行转化 是不是啊 哎 我们写写啊 要用init-n2a这个函数 写给它转化一下 有没有 有是不是啊 好 那就是啊 clintaddr.sn-addr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函数呢 传差比较特别 只需要传解构体就可以了 啊 第二个呢 叫做n2hs 是不是啊 将网络字页区呢 转化为主机字页区 clintaddr.sn-pot 啊 我们可以直接打印一下 啊 好 接下来呢 再来进行通信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接收数据啊 我们就定义一个buffer吧 啊 我们还是红定一下吧 这样更方便一点 好 128啊 好 那么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进行 接收数据就可以了 调用resale这个函数啊 第一个猜数 哎 注意了啊 我们专门给大家讲过 服务器端的话 要跟客户端进行通信 应该用谁的返回值啊 是啊 accept函数的返回值 所以receive的第一个参数 应该传来subtfd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参数buffer 第三个n 第四个零啊 如果等于负一 出错 答应错误信息 perl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receive fail to receive 好 那么接收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我们叫做fromclean 从客户端接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 百分s 然后呢 打印一下什么呀 打印一下buffer里面内容 就可以了啊 打印一下buffer里面内容 是不是啊 那么打印完之后呢 我是不是应该可以给 客户端回一个信息啊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 最简单的方式吧 我也就不输了 直接在原本的buffer后面呢 我们追加一个符号 追加一个符号过去 这样的话 显示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直接set发送就可以了 setfd buffer 然后呢 n 然后呢 0 如果等于free 出错 答应错误信息啊 perl fail to set exit几 1 那么就这样就可以了 相当于呢 我就没有再用fgas输入啊 太麻烦了 是不是啊 我们就这样去操作 最后歪并之后呢 我们就关闭文件描述符 close socfd 当然还要关闭谁啊 close socfd 当然这个顺序的话 倒也无所谓 关闭哪个都行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整个一个通信的方式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叫做关闭套接字文件描述符啊 那么这网给大家写下啊 那么tcp 服务器通信啊 与客户端通信时 需要怎么样 需要使用acc cp cp ept 还说的返回值啊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好 这个代码呢 咱们就算是写来了啊 那么也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创建套接字 不用多说 是不是啊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办的绑定 绑定之前 需要固定自己的信息 我们已经写过很多遍了啊 绑定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将套接字设置为 监听状态 接下来怎么样 阻塞等待客户端的 连接请求 那么一旦有客户端 跟我连接 当前还说立即返回 就可以得到 对方的什么样信息 并且呢 可以打印对方的 文件描述符 是不是啊 这个文件描述符 其实就是来 标识对方的 然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怎么样 正常进行 通信了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运行 这个代码 看一下到底 行不行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把这两个代码呢 都来编译一下啊 先编译我们的 服务器 刚称成 Serv 好 编译没有任何问题 是不是啊 我们就执行一下吧 先来看一下 IP地址 我们就用 3.103这个IP地址吧 啊 那么就 点杠 Serv 192.168.3.103 呃 断口号随便写吧 9999 回车 哎 那么我们的服务器呢 就运行起来了 那么服务器呢 首先会阻塞在 Aceps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阻塞等待 客户单的连接请求呀 对不对啊 就阻塞在我们的 第52行 这个位置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开启一个终端 好 那么我们就进入 对应的位置啊 好 那么我们就再来编译一下 我们刚才写的客户端 GCC02 啊 刚生成 Clint 啊 好 接下来让我们的客户 连接服务器啊 好注意 点斜杠 Clint 192.168 点3.103 9999 注意 服务器所输入的IP地址 端口号呢 是自己的 而客户端 后面输入的IP地址 和端口号是谁的 一定是服务器的 所以这两个 一定要保持一致 啊 一定要注意啊 好 回车 大家来看啊 一代点一下回车之后呢 我的服务器端 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之后 Aceps返回 就可以获取到端口 什么呀 相当于我们客户端的IP地址 和端口号啊 这个端口号呢 是我们的系统 随机给客户端分配的啊 好 现在我的服务器在 Receive这个位置 阻塞等待 接收我们客户端发的数据 现在让我们的客户端 来说句话 你好 注意观察啊 回车 哎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此时 我们就看到了 在我们的服务器端 打印 FromClint 打印了一句话 你好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的服务器端呢 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你好的后面呢 追加了一个符号 调用死追看的这个函数 追加完之后 又将其直接发送给了我们的客户端 所以我的客户端也接收到了 from server这样的一个语句 后面是你好 加我们的符号 哎 那么这就是我们正常的TCP的一个通信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给大家粘过来啊 当然你如果想实现循环的话 那我们给大家说了 你只需要在两边 客户端跟服务器都加一个 well循环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执行结果呢 也给大家粘过来 当然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如果不想用之前写的代码 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调试助手 一样也是可以去实现的啊 他一定要注意 好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呢 执行结果也给大家粘过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整体TCP服务器应该如何去憋写 所以还是那句话 爱不就班的 把每一个函数 爱照顺序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真正你需要去 就是考虑的问题呢 就是如何进行通信 其他地方都好说